講述地產方面,最近大家衝敬九月會減息 所以發展商方面相對非常積極 發展商積極,不等於市場也積極 市場就不算很積極,買家也有觀望的態度 不過最近交投上有點活躍 因為大家可能想偷捕在減息前入市或看市況 發展商推盤步伐最近明顯加快了 昨天有多達10個新盤發佈新樓銷售部署 其中有些也挺矚目的 加起來有1,700多個單位 最重要是要有新的買房 其中3個矚目的全新盤 買房的動力 當二月份全面撤銷樓市辣椒之後 一度有過的 今年小陽春出現過 也顯示撤走一些增加交易成本的措施 增加到交易量 但樓價經常都說 跟交易量未必正比 你買賣多,價也會上會下 不一定是必然地交易多 一定是減價或減價 好看回供求 而今年整個香港的動力 都來自於很大程度的優財專才來到香港 貢獻勞動力和中層職位的補充 如果能夠開放 讓他們帶多些資金來香港買房 譬如優財專才都超過14萬人 已經來香港 但他們帶自己的錢來也好 都很多阻滯 每人帶5萬美元 夠交租 此之所以租金拉升了 你要去買房 最少每人帶50萬美元 不知道我們待會嘉賓同同意 嘉賓已經剛好坐下了 為何我們剛才說 節車方面都比較難 因為打風的關係 可能市面上的士都比較少 嘉賓方面都稍為遲了一點點 這位是嘉賓國際營銷及市場策劃 總監香港地產的Tony 溫偉明 Hello Tony 早上 外面的天氣狀況如何 今早都可以的 不過我常見很多人在街上 起碼見到好事 很多人都在街上 但大家要留意一下 天文台在今晚6點到9點 發出3號強風訊號 另外也有機會可能 在明天下午至晚上 有機會發出更高的熱帶氣旋警告訊號 先問問你 市方面有沒有打風 剛才我們說都很安靜 其實8月份是安靜的 坦白說 我相信幾個原因 很多人都在觀望息口走勢 第二就是很多發展商都在部署窗口時間 所以大家都做了很多觀望的態度 但接下來9月 其實大家的憧憬都漸漸濃厚 所以大家都積極部署 關於減息的憧憬 是的 包括我們公司 或者我們的團隊 因為我們有個盤 都有三個盤 合作盤 其實大家在8月份都積極想怎樣部署 還有我們看到市場 其實漸漸 所謂買樓的誘因開始轉大 甚麼是開始轉大呢 即是相對誘因 其實我們看到房屋的需求 當然有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外來的需求 另一件事就是本土的需求 外來的需求大家都很明白 政府正在做專財優裁 7月份在立法會的報告裏 都有說到他們自從2022年3月 對不起 2022年3月沒錯 美國開始減息之後 市況一路一路一般 開始加息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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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況一般一般 去到年底 政府就說 我們還是不如引入專財 希望刺激整個經濟 從那一刻開始 去到今年的6月 其實他引入了13萬的專財 他批准了13萬的專財 而這13萬人是逗留在香港超過12個月的 另外他們也帶了一些家券 有12萬人的 但是這20多萬人 其實來到香港 我們也有很積極留意他們的動態 問了一些代理 其實也不少租住地方住 所以你看到一些中小型單位 的租金就不停扯高 最新的數字 你看到 差央物業股價署的租金指數 去到7月份 其實是去到近年4年的高位 但是這班人其實都持官網的態度 就是準備入市 我們都會認為 其實這班人最終都會落戶香港 我自己覺得 其實政府也可以考慮一下 怎樣加快這班人真真正的落戶 因為這班人很多時候 他們會看一看環境 究竟我有沒有穩定的工作 我的子女可不可以找到一間合適學校 這個對家庭來說很重要 甚至乎買房子他們都是一個關鍵 剛才你們都提到 就是說現在每年 可以拿到5萬元美金進入香港 對於他們來說 他們的資金的安排是困難的 他們不是沒有錢過 譬如尤其是一些所謂發達的城市來香港 在上海 上海搭樓都很值錢 對 可能他住在那層樓 那層樓都可能過千萬 那些甚至二千萬 如果他真真正正的移民來香港 他可能買上一層樓 對 但是問題就是 他買一層樓 那些錢怎樣可以盡快來到香港去買樓 這個其實我覺得政府要考慮 始終來說 你去移民 你不可能有些資產放在舊的地方 但是你從新的地方沒有錢去買樓住 另外就是 其實以往的制度 就是你來到香港要住7年 那既然你這麼想他來 而亦都審批他的資格 應該叫他買樓才是 那問題就是 會不會縮減呢 那7年 那必要性在哪裡 以前我相信有個理念 就是說 你來香港 真的在香港服務7年 真的在這裡住7年 真的在這裡工作7年 先成為我們永久居民 我們那時候真的說得難聽些 美女不優格 那你來呢 真的你做7年才給你 但是今天我們真的在搶人才的情況下 你想想全世界各地 如果他真的搶人才 他是會立即給他身份 所以我覺得政府也考慮 縮短甚至乎取消 如果你批他的 就立即給他身份證 那他有身份證 他又安心 亦都一條心 留在香港工作 而為香港貢獻 所以我自己覺得 這就是外來的需求 因為曾經以前擔心 一來到立即身份 就拿福利 但現在這一班高財專財 有些年薪250萬 你又不用擔心 絕對 有交稅 交多些給我們特區政府 是啊 第二就是所謂內稅 其實香港真真正正的房屋需求 坦白說 現在香港政府也太好了 照顧了很多基層市民 你看到何局長也做了很多 簡約公屋 接下來變成新公屋 房屋局的局長下 局長下何局長下 我自己覺得 基層的需要 透過資助房屋 已經滿足到需求 但是私房的需要 其實很在乎經濟環境 你可以住小一點 可以住多間 可以買多間來收租 這個需求 其實真的要有經濟動力才行 而現在你看到 香港很多人 其實有錢就放在銀行 我們是不是經濟動力不夠呢 言下之意 暫時 兩方面 兩方面都令到經濟動力弱 其實主要都是因為息口 第一方面就是息口這麼高 其實你看到 Hyper 最高的高峰的時候 是去到5.66% 如果正常銀行加多你 100至150點 其實你差不多接近7%的利息 如果做生意來說 你根本是搞不定的 吃力的 吃力的 第二就是 你買樓 買樓利息這麼高 你也可能先卻步等等 但隨著息口真的降 坦白說 當然我們在等 香港時間9月19日減息 但其實你自己看清楚 Hyper已經超超地減下來了 去到上個月 不是上個月 不是上個月的月底 即這一輪已經反映了少許 對 Hyper已經跌到3.9%左右 對比高位5.66% 其實跌到1.7% 我自己覺得 那個誘因開始來了 還有人們放在銀行收息 那個意欲就慢慢降低了 這個是由高峰的時候 就會降低了 此超比獎之下 其實人們就會開始想 那些錢去哪裏 坦白說 你見到整個銀行體制裏 有16.7萬億的存款 其中差不多接近10萬億 是定期來的 你想一下 如果16.7萬億的1% 是1,600多億 那是說什麼數字 怎樣比較 其實你看近年 一手樓的成交數字 其實大概是1,000多2,000億 其實已經等於整個市場 這麼多錢 所以我自己在此超比獎下 無論內需或外需 都是向好的 所以我們覺得 應該趁這個機會 幫幫手打擊 打擊一下 即是怎麼說 鼓勵一下士氣 那些發展商都很鼓勵過士氣 都幾多盤 推貨未 推新盤 或者一些新盤的部署等等 其中你們都是 那個部署策略是怎樣 特別開價 其實大家都很關注 價錢出來 其實就是吸引買家 入不入市 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考慮因素 沒錯 其實我們做發展商 跟任何東西一樣 都是所謂要用一個 Marketing course 即所謂的廣告費 廣告費可以放一些廣告 即放一些報章 包括電台 做廣告 但另一方面 就是在價錢 做一些優惠 作為廣告 我們覺得 所謂的廣告界 其實 永遠 市場 就是一石擊起千蟲浪 永遠 都是有個行頭 去做一些事情 令市場 去移動 對不對 剛剛今早 都跟地產界 和一些在做生意的人聊天 在手機上 他們都說 我們必須要做到一個循環 外循環的 就是引入資金進來 也有出口 這個外循環 內循環 就是我們可以 激起一重浪 就是真的買家 有一個入市意欲 有人入市 就自然個個都會跟 我自己覺得 我們所有發展商都希望 沒有辦法 不計成本 只求回本 的情況下 就希望 以筍價 其實我坦白說 如果大家看不好香港的 那沒有辦法 這個真的無可厚非 但如果大家看好香港的 今天 其實我自己覺得 都是一個挺吸引的水平 但如果你剛才說 用筍價 其實可能 貼近二手市場 甚至可能更便宜 現在二手市場 會不會都令買家 集中在一手上 二手市場相對的 仍然都是一潭死水 做不到氣氛 我覺得不會 其實當A有成交 B就會有成交 B有成交 就是A有成交 所有事情 都是一個循環 你不做第一步 就沒有第二步 反過來 當一手買得很好 二手 他們跟買家 二手越主要談的時候 他都會拿一手來比較 當大家沒有比較的時候 大家就越來越等 等 還有有觀望態度 我自己覺得 當一手推動的時候 二手也會有成交 二手的赤價都一直滑下去 過往過萬 基本入場費 現在九千元以下的赤價 都有很多選擇 都有很多名牌 就是嘉湖山莊 全威花園都跌到七八千元 有赤價計 這個走勢 究竟一二手都互相拉扯 但很多時候 一手扭動 就帶動樓價下跌 因為發展商一批價 就是一批批幾千個單位 永遠 按鈕就好像 你有沒有按過按鈕 一按完 彈上來 當每個人都打算跌 的時候 有人很聰明地去撈底 就是賺錢的時間 所以你看到賺錢的人 通常是小撮的 是 是 即是03年入市那班 是 所以 有時候 我自己看 你自己要計算自己的公款能力 很多時候賺錢 就是因為 你自己 沒有真的看著 因為你不是要當一個投機 你要當投資 買樓是一個投資 如果你當投機 我告訴你 你輸的機會很大 無論市場升跌 你都是輸的 因為升少少 你馬上賣了它 跌少少 你馬上賣了它 基本上 你 你太投機心態去買樓 其實基本上是輸 因為你買樓 就算我最近寫文章分析 都不是說 35年的走勢 起碼是10年以上的走勢 是 就算今天你說現在低位 你對比10年前的指數 仍然是有升幅 仍然有升幅 因為樓市是一個長遠的 cycle 所以你不能這樣看 如果你把它當作股票市場 我相信你買錯車 而且又不容易靈活轉身 沒錯 但現在市場正在靜待 是否美國方面減息 但對於下個月公布施政報告 大家都很有期望 減就減了辣 應不應該加甜 我覺得加甜是沒有用的 其實之前幾年派錢 只是大家心理上開心 派過一萬元 小弟就捐了去 即時捐了去一些社福機構 坦白說 真真正正就要幫到商家去營運 我們要創造條件製造營商環境 如果我們做房地產的 第一件事真的要求政府就是 加緊加快落實基建的建設 始終口號還口號 基建先行 你真的要做基建先行才行 坦白說 我們最近賣的樓盤 包括體德區 我們其實某程度上都有點失望 當日大家構建了一個美好 從80年代開始想 基德如果搬走了之後 怎樣發展發展 又有綠色環保交通系統 又有其他各方面的設施 包括都會公園 跟著體育園 各方面的東西都有了 但是進度是慢的 甚至乎在中段還取消了 綠色的交通運輸系統 幸好今大政府馬上投入資源 說要重建這件事 但是速度要加快 因為其實理論上 我們預期它是應該做好 我們進駐進去 人們即時都會使用 當然現在很幸運 背靠我們自己的國家 實在太多太多這方面的建築 其實今天我們都不需要 用很多時間就起到 我自己覺得 我期望政府反過來 擺放多少錢做基建 尤其是已經發展了地區 不要走去做 即是今天坦白說 我們不是不支持政府做地 明日待遇 當然我們有需要做 但是這個是說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事 不如今天做了 今年、下年、明年的事先 所以我自己看 某程度上 我們都說 我們河局長、火局長 他們花那麼多錢 去做這些公屋 或者簡易公屋 其實坦白說 正常來說 我們都不算 因為花的錢實在是多 不過 但是 要先救近火 所以我覺得 政府接下來 都是要先救近火 拿些錢去做好我們的基建 像啟德發展區 原本有輕軌 當初買地的時候 現在沒有下文 導致房子 大家擔心交通問題 總之 接下來正待著 美國方面 是不是九月會減息 以及十月份 香港這邊的施政報告 今天多謝了 加華國際營銷 及市場 策劃中監 香港地產 溫文明、Tony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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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